真的你们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冬奥会里边 对我们爆料革命有多好 我就是老天真的帮我们 就是说没有一件事 不是习太阳帮我们都干了 我们想干很难 他都帮我们干了 还得感谢王岐山 包括了PEG太平联盟 包括了冬奥会他整个的干着事 漏水了 对运动员的威胁了 什么叫奥利匹克精神呢 在竞技中公平的和平的尊重游戏 一规则的体现你不同的技能 让人的执着的精神 让人坚强的意志 和与人和平的共处 和享受大自然 与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了解 赢不是目的 体现出了竞争的这种精神和意志 和体能 这是目的 现在奥林匹克成什么了 奥林匹克的腐败 我可以告诉大家 能腐败到什么程度 就在盘古他们玩的女人 收到的钱 枪毙他们一万次都不拉的 现在奥林匹克组织 已经成立了 绝对的 2008到这个冬奥 谈奥会 冬奥会 以及在这世界上 多少人被抓 它就是个犯罪组织 从什么时候最严重的 就是共产党参与 你从今天的北京冬奥会 你看到了什么 你想到现在的病毒的 最高组织是什么了吗 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变成什么德性了 世界贸易组织 变成什么德性 WTO WHO 全都是一帮混账 不但混账 压迫中国人 跟共产党腐败 做那些根本 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 你看联合国 你见过吗 给共产党 竟然人权 国际联合委员会 让共产党说了算 你们想过 这有多荒唐吗 联合国那些王八蛋们 到了盘古那种 吃那种 喝你们这么一天 我可是见太多 啥叫七星级饭店 七哥为啥搞 七星级五星级饭店 24小时 全人类的经营 就在我这聚会 你们不知道 七哥这几十年的战略 我走出清风看守所 我跃进人间的苍凉 人情的冷漠 人生的现实 世界上最毒不过人心 我告诉你 人心一旦没有信仰控制 比魔还魔 你看那锁链女 你看中国队的女性 你看个周围人的冷漠 就这就有政府撒谎 有人到那乘热度 乘流量 拍视频 天诛地灭 你再看共产党 到联合国干的事 只要共产党 这过去三十年五十年 参合的组织 没有一个是无法 无天无规则 不腐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